婚后嘹亮的嗓音 是金曲台语歌后 江慧演唱的独特魅力 总让歌迷沉浸在她的歌声中 但江慧却在2015年第二天 宣布即将告别歌坛 为歌迷丢下震撼弹 接下来的七个月 我会努力的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最好 给大家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 为我自己的歌手生涯 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 江慧在念讲稿时不禁流下泪来 她说要把最完美的声音留给大家 接下来将努力准备 今年十六场演唱会 也希望能获得祝福 以后大家想到江慧这个人 心里是温暖的 嘴角是上扬的 虽然不当歌手 我还是一样会关心大家 江慧不仅是第一届的金曲女歌手 曾拿下的金曲奖项就有十二座 更从两千年开始 连续四届夺得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 江慧为了鼓励新人 宣布放弃角逐台语女演唱人的奖项 如今宣布退出歌坛 把最完美的声音留给大家 江慧表示将回到他在十岁之前 那个没有美光灯的日子 江慧记者郑杰文 特别高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